男人回到家,居然忘了门锁的密码,正当他犯愁的时候,去世的妻子却突然打开房门,男人说自己老了,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,他不知道就连妻子去世的事情他也忘记了,丈夫走进房间,身后的妻子已经变成了一团鬼气,第二天男人去上班,这团鬼气一直跟在男人身后,此时梦神恰早路过,赶忙跟随鬼影来到了楼梯间,他知道,王魂是因为心有遗憾,才一直跟着丈夫,作为解忧的杂神,他很希望自己能帮助鬼魂, 就当王魂伸出手,想要与世界和解的时候,人类的出现,打扰了两人的交易,自从鬼魂出现后,男人的失忆症越来越重,甚至忘了和客户签约,老板将他叫到办公室,语重心长地劝他退休,并告诉他,人死不能复生,还请他节哀顺便,听闻此言,男人彻底懵了,我的妻子活得好好的,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,下班的时候,男人开始精神恍惚,他隐约记起自己参加了葬礼,记起自己的妻子死于一场车祸,夜晚男人回到家,家中的妻子, 妻子还给自己包了饺子,丈夫很开心,吃上一口,果然是最喜欢的味道,可望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,她知道,妻子走了,真的走了,这么久以来,她一直无法面对现实,一切都是自己的幻想,此时,女人的王魂就在家中,看着丈夫默默流泪,她多想为丈夫包一顿饺子,可转眼便是阴阳两格,说好了一起白头到老,但我却没有遵守约定,女人来到双甲路边摊,她只有一个心愿,就是让丈夫再吃一顿自己做的饭, 三人来到丈夫的梦境里,由于得了阿尔茨海默症,男人的记忆已经开始凌乱,可她和妻子一路走来的画面,却无比清晰,最幸福的事,就是在喜欢你的每一天里,为你喜欢,世界上有一种爱情,小白独到老,也有一种悲痛,叫阴阳相隔,背上的丈夫就这样抱着妻子的照片,留下了四面的泪水,仿佛她的一生所爱,从未离开, 第二天,男人带着王妻的照片,开始了新的旅程,她准备去走两人走过的路,去看两人看过的风景,一星前,男人来到双甲路边摊,今天的主食是蒸饺,男人试着饺子,瞬间感受到了一股清晨又熟悉的味道,那是自念的味道,男人走后,妻子的王魂从角落里走了出来,她拉着梦神的手,道出了爱的真谛,羽衣连礼,已经不换,世欲百合,到天荒,愿有岁月可回首,且以深情,共白头。